現在我們看立體三次 這一體跟上一體其實很像 那麼來 第一個就是這個電路 這個 它接了AC110伏特 那麼它的這個 變壓器 它告訴你110伏特變12伏特 它直接告訴你 V1比V2是多少 V1比V2 直接告訴你 這是多少 再來 那麼 它這邊負載電阻是10毫米這樣子 那要你求VL 就是這兩端電壓 是多少 這樣子 好 那所以你公司就大概帶一下 那這支VL就是V2 V2比V1 應該等於 那直接人家就告訴你V1 V2了 對不對 那這還要算嗎 那就是12伏特 對啊 對啊 就是這邊V2裡面是12比110 12比110伏特 那你現在 實際上是 實際上的V1是110 所以你這個就是帶 實際上的就是110伏特 對不對 那你V2是吧 那V2就是12伏特 這根本不用算 好不好 好 這樣問題 IL是多少 這裡的電流IL是多少 那你這裡電壓都12伏特 電流就知道IL等於 12除以10毫米 這個電壓 那個電阻10毫米 1.2 這個 安培 這太簡單了 我要考你我就考你這個 那I1是多少 I1是多少 I1怎麼算 一樣 然後 I 我要求I1對不對 比I2 應該 等於 V1 1 I2 2 比 V1 對不對 VI要乘反比嘛 如果你交叉 相乘的話 就會導出另外一個式子 I1乘以 V1 等於 I2 乘以 V2 VI對不對 這是P1 等於什麼 VI P2 對不對 兩面功力要一樣嘛 對不對 對不對 是這樣 所以你I1比I2 I2我們剛剛已經算出來 是多少 I2剛剛算出來是多少 在哪裡 這裡啦 1.2安培 1.2 安培對不對 應該等於 V2 比V1嘛 V2現在是多少 12嘛 比上V1 是110嘛 對不對 所以我的I1 就是 這個你再自己去 乘開啦 除了110 對不對 這樣 這樣 好 谢谢大家